这是《孙命兵法》里头的文字 我把它截入出来 他说这段文字其实你好好领略一个 也很有味道 而且告诉我们说 你什么是善战者 他说善战者能够把人的兵力分散 能分人之兵 而且能够暗人之兵 什么是暗人之兵呢 暗人之兵就是能够料想对方的兵力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固执 重点是能够分人之兵 如果能够分人之兵 能够暗人之兵的话 这支出而有益 虽然你的力量只有一节点 而事实上你的力量是有胜 如果你不能够分人之兵 不能暗人之兵的话 即使你的力量是别人的数倍 永远都不够 关键在哪边 关键不在于你的力量多或少 关键在于你 你有没有办法让对手的力量会分散 怎么样让对手的力量分散 这就是大家看 你如何让对方的力量分散 然后进一步讲 他说众者就一定会赢吗 那如果众者就一定会赢的话 则投算而战耳 众者胜物则投算而战耳 富者胜物则量柱而战耳 兵力甲奸者胜物则胜物意之赢 他说如果多的人就一定赢的话 是不是 而根本决战的关键是谁投的力量比较多 谁就一定赢啊 谁比较富有谁就一定赢啊 谁的兵力甲奸 谁就一定会赢啊 那如果这样打仗的话 人世间的胜户太容易知道了 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应该是这样说 你有钱不一定能够居住居安 不一定能够 能够身家非常的安全 不一定 居不一定会安 贫穷不一定居会为 众位居胜也 少位居败人 所以事实上根本 不是说你在比谁的数量多 谁就一定有没有 不一定 所以说什么才是真正决战的关键呢 这句话 决胜败安慰者道 我要请各位同学好好记得咯 好好记得咯 孙子兵法 这个学问啊 这个学问呢 要讲究的是 你看能不能领略 中间的这样的一种隐微的味道 为什么决胜败的关键是道呢 最后怎么理解呢 决胜败安慰者道也 最后怎么理解 什么东西决定 两边交战的胜败 信念 两边各自到报仇的信念 还有没有 两边各自报仇的信念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讲到重点 但是他的意思 有一点不重要 什么是道 还记得我们第一篇史习约所讲的 什么叫道 道者 令你与上同意则也 什么是道啊 什么是道 你们研究管理的人啊 如果不能在这个地方好好去领略一二的话 我们学管理的学不到位 我跟你讲 因为呢 我们现在学管理很少的真正深入到各中三昧 只有真正经营企业 经营大企业成功的企业主 他们真正了解 一群人 为什么他可以打败另外一群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群人为什么可以打败另外一群人 一群人是一家公司嘛 另外一群人是另外一家公司 为什么这一家公司会打败另外一家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要不要说说看 为什么到最后他可以打败他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是关键 是动脑筋的时候 不是睡觉的时候 是吧 愿景 愿景 为什么愿景 就是定一个最高的方向 大家都往上看 第一个最高 愿景 所以在比谁的愿景高 是不是 这边的愿景高 所以就赢过这边的愿景 因为这个愿景比较低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只这样 那是什么 没有关系 别人 说说看 共同的使命 共同的向心力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圣 这是什么 向心力 归属感 归属感 向心力都对 可是那味道有一点点差别 你知道吗 这麻婆豆腐啊 一定要到位 那麻婆豆腐才好吃 你在做麻婆豆腐 你也炒麻婆豆腐 你也炒麻婆豆腐 哪一个人做才最到位最好吃 要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叫豆 决胜败安慰者 谁 什么东西决定的胜败安慰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说是道 你怎么理解这个刀呢 这位学长说是愿景的高低 同学说 向心力 还有什么 使命感 归属感 还有没有别的说法 是道 你同意吗 现在人不讲道 现在人讲一个说法叫什么 谁拥有谁资金比较多 谁拥有口袋比较深 哪一边专利比较多 哪一边人才比较多 那所以他会赢啊 可是孙斌说是道 孙斌讲错了 现代人才讲对好不好 你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领导者的能力 是领导者的能力 他能不能带心 他的愿景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呈现出来 有没有别的说法 这个同学这样说 有实施什么 备战 备战的心 随时都在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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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说法都没有错 但是就是那个味道 每个人都在做麻婆豆腐 没有错 可是谁做的比较好 谁有那个味道 谁愿意说说看 首先你同意吗 你真同意孙斌的说法吗 他的曾祖父孙武也这样说 道天地降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 不可与之死 可与之生 而不畏为也 只要一群人有了道以后 这一群人要他去死 要他去生 通通都可以 而不会有所畏惧 道达到这样的地步 你让你的部署去死 天哪这不是侵害人权吗 他在讲什么 上下同意的概念 这是上下同意 没错没错 忠诚度 现在讲忠诚度将使命改成 归属改 对不对 你讲上下同意 还没别的说法 什么 恩信 恩信 恩信可以使人怎么样 恩信使人团结 上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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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信有那么重要吗 恩信就可以让你的部署 愿意为你死 帮你顶罪 黑道大都出事 小弟子顶罪 有没有 现在人也经常干这种事 不要说黑道大都出事 任何一个团队里头 如果你领导者 真正是一个领导者的话 做得好的话 其实那个部署 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生 不会有利 你不用派他 他自动紧密作战 这是什么境界 有没有这样的工资 talks 对 有没有这样的团队 有这样的团队吗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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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S IS 他們是另外一套的 所以這邊所談的是道 他的意思是說 你有道的一個團隊的話 令民與上 上下同誉 而且 每一個人都可以為這個道 而去獻身 要他死 他說 不為我 不要講那麼可怕 到企業界以後去拿到什麼 你要去死 你到底不是這樣 他自動起義他前往南極 你在南極開家分公司 到南極去 到北極去 你知道嗎 到火星那邊去 我去當火星人 可是你現在20歲 到了火星以後你已經50歲了 快要退休了 他也願意去 這什麼東西啊 這種東西居然可以 令人生 令人死 不會為一 問世間情事何物啊 這什麼東西啊 下一句話是什麼 問世間情事何物 然後下一句話什麼 直交人生死相許 生死相許 看到沒有 是什麼東西 情啊 對不對 可是一群人在一起 是什麼東西 道 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東西 可以生死記 這講這種概念 一群人在一起 什麼東西可以讓人生死不盡 來 毛活豆腐人人都在炒 哪一家炒的最好吃 有沒有別的說法 你領略 我可以為什麼叫你們講 這就是你領略的 每個人都來做毛活豆腐 但是誰做的最好吃 就是那個味道能夠掌握的 你不去想 你大概就永遠炒不出毛活豆腐 毛活豆腐你剛開始炒的不好吃 但是呢 你做了一次 做了兩次以後 然後你到那家餐館去吃 好好吃 你回來去研究以後 你毛活豆腐就越做越好吃 你知道嗎 那你通通不去做 你大概永遠都做不出 到位的毛活豆腐 這當然是你的 是你的 但是leadership leadership成敗 leadership好壞 這關鍵就在你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道 去融入到所有的人 的身上 這個道不是 我們在修道那個道 不是那個概念 所以只說那個道是什麼 令民與上同一則也 讓所有全體大眾都願意 共同信守的一個 根本的一個信念 人也就是一支方法 是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大家願意為他死 為他生 黃花崗七色烈士 我們以前過青年節 3月29號的 黃花崗七色烈士 你看林爵雲寫那個 女妻決別書 你們讀過沒有 他寫那個書才幾歲 十九歲 各位同學 十九歲 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 願意拋頭爐灑熱血啊 為什麼 生命都不要 生命都不要了 生命都不要了 現在很難想要那種概念 有沒有那種境界 就是一家的麻婆豆腐出來 我們下一家的麻婆豆腐 你的說法 每個人說法都對喔 每個人都在做麻婆豆腐喔 你做的你講的就代表你領略 你懂的意思嗎 為什麼要讓你們講 不是說你講的不對 不是說你講的很對 不是說你講的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誰想想看 這個道呢 就是很簡單就是 孫子一開始所講的 孫子兵法所講的 令你與上同意則也 什麼東西可以讓上下同意的 那個東西叫道 知道嗎 那有了這個道以後 可以讓人為之生 讓人為之死 而不會 生死根本不在他的考量裡面 這個是保衛國家 這個東西很容易講 這個概念很清楚 因為剛剛劉一芬所講的概念 是不是 黃華鋼汽車列治就是這樣的概念 譽出來了 所以很多年輕人就這樣 為這個國家 為中華民國而戰 現在台灣有哪一個年輕人 會願意為中華民國而戰 雖然我們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 誰會願意為中華民國而戰 可是現在有一批人是為 他們理想當中另外一個國在戰 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樣的概念出來 姑且不論這裡頭的意識形態 就是你信奉的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人一群人在一起 只要有一個道 他信奉的 他就可以與之死與之生 所以你一個leader成功與失敗 就在於你有沒有辦法 去把一個道的概念 去灌注到團隊裡頭 每一個人的身心裡頭去 像你說 像德國 像去年打那個 2014年的那個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 不是在 在巴西打對不對 德國最後是不是得到冠軍 對吧 在自己國家巴西隊打得真是非常悲慘啊 5比0是不是 還是 8比0 8比1 8比1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裡頭的每一個球隊 每一個成員 都是想要為國爭光 那不能說哪一個球隊的信奉的力量比較強 但是你可以發覺到德國隊的做法 不是只有在他的信念裡頭 打造一道銅牆鐵壁 他也真正把 把他們企業家所捐奉的 不知道幾億美金呢 把他拿去 在巴西那個國家的 泥球場外面 開車不知道幾 幾個小時 一個小島上面 在那裏建造一座訓練中心 德國人喔 捐了幾億美金 在巴西這個國家裡頭 花了兩年的時間 在那邊 在一塊小島上頭 建了一座 德國的 世界邊的足球隊的訓練中心 兩年前都開始做了 這背後是什麽樣的力量 問世間 足球是何物啊 只是叫人死生相許啊 他們要 死生相許的力量 居然可以 這麽早的時間 花那麽多的錢 在別人家的國家裡頭喔 然後我們到日本去打 打那個 打那個什麽 棒球對不對 兩年前 三年前 就網友器 或者是台塑企業 就花了一筆大的錢 在日本旁邊的一個小島上頭 就蓋了一座 台灣棒球隊的訓練 日本 所有的居民都不知道 你懂的意思嗎 什麽時候台灣會做到這樣去 夢中 或者夢中或者才會相見 德國人就是這樣的一種 這應該叫什麽 這叫決心嗎 這叫使命感嗎 好像味道就不太多 看到沒有 所以為什麽强調到味道 為什麽說 每一家炒的麻婆豆腐 味道都不一樣 這個時候已經不如叫做 榮譽感 或是什麽使命感 或是叫什麽東西 味道不太一樣 這應該叫什麽 可以令人死生相許 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在別人家國家裡頭 打敗別人家地主隊 八比一啊 讓人整個國家 那叫什麽 是國商欸 是沒有錯啊 那是什麽樣的力度 把一個國家的足球 的精神摧毀在這 知道嗎 所以你們剛剛所講 為什麽會說 那味道不太夠 那應該講什麽 像德國這樣的榮譽感也好 你如果講榮譽感 他說愛國 講愛國好像味道也好 還不太透 哪一個國家不愛國 都愛國啊 這應該叫什麽 應該叫什麽 這種東西叫什麽 民族意識 這種東西 孫病或是他的真祖父 都跟他取一個名字 叫道 這種東西就只有問世間 問世間 世間是台北市市議員那個世間 問世間 情為何物 情事何物 直叫人死生相許 就是這句話 講得最透徹 各位同學 有什麽東西 你願意拿你的生 跟拿你的死 跟拿你的死 去奉給他玩 那個東西 就是這邊所講的道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 哪一個人 有哪一個東西 願意拿一輩子的生死 去跟他玩呢 就是這句話 故何與之生 和與之死 而不畏為一 這個 這個 就是決勝敗 安危的 關鍵 這個 這個味道 麻婆豆腐 出來 所以哪一個企業主 能夠煮麻婆豆腐 煮到這種味道 正宗的麻婆豆腐 所以誰有了這樣的味道 德國隊 有了這樣的味道 端出來 是吧 同意吧 敵人重 能使之分離 而不相救 你只要有這個概念的話 敵人雖多 可以使他分離 而不相救 可以把敵人的力量分散掉 受敵者 不得相以為故 不 跟中間插了一種 因為孫兵兵法 跌土出來的那個 那個木簡 都已經殘缺不全 這個是殘缺的 假建兵力 不得以為強 勢有勇士 不得以為其降 得勝 得勝有道理 這裡頭都是在襯托這句話的重要性 希望你們好好領略 這就是Leader應該做的水 怎麼去打造出這樣的力量出來呢 一個企業主要是能夠打造出這樣的團隊出來的話 怎麼還會有人願意被判 有誰會被挖甲 薪水根本不是問題 你懂我意思嗎 還會被判 還會被人挖甲 還會偷竊 還會把什麼東西專利突去 還會怕什麼 這個都不是問題 所以事實上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反而公家單位 比較容易打造出 去雕塑出這樣的一種道出來 非營利組織 反而比較容易有這樣的道 的孕育 企業以營利為目的的 其實反而是比較難的 因為一切都是論心蹭量 用你的薪水 用你的獎金 用你的價錢 用你的福利 來衡量這一切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離這個道 還離到距離 還離很大的距離 最近不是那個 有一個 馬卡斯基 他不是以前 他做鞋子 後來他不是一個靈感出來 看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孩子 很多人都沒有鞋子穿 後來他不是就發一個怨心 他說只要他賣一雙鞋子 他就捐一雙鞋子 你知道這裡就是 買一雙鞋送一雙鞋 報紙都都在登 他做起來了 他到現在為止他已經 送了幾千萬雙鞋子出去 表示說他已經賣了幾千雙鞋子 但是他現在提倡一個概念 而這個概念現在慢慢沉起了 叫正面企業 企業不再是以營利為目的了 那企業以什麼為目的 企業以什麼為目的 企業不再以賺錢為目的 那企業還有別的目的 他賺錢固然要 同時要做什麼 一種社會責任 這樣的企業體 他的戰力呢 多增壓 以前都是完全是靠利潤多狂 來決定勝敗 現在這個企業更加強 他灌輸的一種力量 叫社會意識 這種企業叫社會企業 慢慢有一種道的概念 所以我只要讓各位同學知道 我們如果要談兩邊的軍隊 哪邊會打仗的話 那些懂兵法的人 首先看的不是哪一邊的 船艦炮力 哪一邊的軍隊的數量哪一邊比較多 而先看什麼 先看哪一邊的道比較強 各位同學 哪一邊道比較強 那我理問一下 如果中國跟美國有一天開戰 你覺得哪邊會打仗戰 中國跟日本打仗的話 哪一邊會打仗戰 你要怎麼看 看到沒 從這地方我們就可以馬上運用了 你將來去分析 哪兩家公司打仗 你要怎麼去研判 哪一邊會打仗 還沒打之前 你有沒有辦法去預測啊 是不是 哪邊有打仗戰 欸現在告訴你一個觀點 一個切入點 道 而且孫子兵法 還不是講道 他還講道 天武力降法 武力分析 對不對 還進一步武力要分成七計 對不對 是吧 知道哪一邊賞盤分明 哪一邊兵重強 哪一邊世俗練 可以 再劃分好幾項 叫七力 可是這裡頭 總歸來講的話 就是以道為中心的武力分析 看道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你要去分析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段去看 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端裡頭來 你們就看看 你懂嗎 所以就不會再像現在一些分析啊 分析哪一邊的戰艦比較多 哪一邊的導彈比較多 哪一邊人數比較多 不再這樣看 提供一個崭新的觀念 其實這個觀念不崭新 幾千年前就已經有在這概念 這概念對還不對呢 這概念怎麼樣 你們能夠接受嗎 各位同學你學進去了嗎 你可以接受這種觀念嗎 一群人在一起在比什麼 比誰要有錢嗎 比誰的爸爸比較有地位嗎 比誰的後援會比較多嗎 在比什麼 會了嗎 你如果今天這一段文字 你有吸進去的話 你以後看事情 就比較可以深入到他裡頭看 學校也是一樣經營 看哪邊的校長 或是哪一邊的公司 哪邊的董事長 比較懂這一塊了 哪一邊的戰力 就可以充分發揮出來 有發揮戰力的團隊 跟沒有發揮戰力的團隊 那完全那個位階 完全是不一樣 一個是小聯盟 一個是打3A 連2A都不到 一個是大聯盟 頂級的打playoff 打final 那是不同樣等級的 雖然同樣都是11個人 在戰場上都打 可是戰力有發揮沒有發揮 對 那完全是大聯盟 超級聯盟 一個是小小聯盟 差很多 知道嗎 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體會一下 這一講 沒想到這講到8點的時候 下課休息